台湾疫情降温 口罩量充裕 不过顶开APP 先前政府耗资3800多万元的口罩预购系统 到现在依然没退场 立委盘点政府推广数位短型APP 上架了72个APP 其中有27个超过一年没有更新维护 57个APP近一个月下载次数小于5000次 30个APP发布以来总下载次数低于1万 直一政府大撒币养数位蚊子馆 YumaGiAPP1.5亿到现在还没有上架 到现在契约变更也不知道到底变更了没有 本来应该是去年年底完成的一个计划 就到现在还在石城大海 监察院也立案调查了 BR旅行旅游的这个海路慢行 9000万的预算 这是我们的纾困特别预算 明代秀出数据 其中维护使用率最差的是农委会 但像这个4年58亿预算打造的台湾Plus 文化部号称要让世界看见台湾 在下载人数却只有36000人 而且几乎都是台湾民众 有没有做过田野调查 或者是使用者需求的设计 甚至是每一次在数位系统的专案发包之前 其实我觉得规格的设计 这件事情更加的重要 边做边改 是我们觉得最严重的状况 一年10亿的预算 我们可以拍6部的斯卡罗 我们可以拍12剂的华登初上 我们可以拍20部的熟女养成剂 我们甚至可以拍10部的火神的眼泪 那以去年NFT最火红的鱿鱼游戏 我们一年可以拍两部鱿鱼游戏 由于行政院新设的数位发展部 即将挂牌运作 明代也呼吁外传 将接下部长的政委唐凤 能妥善把关 也建议与其投入上亿预算 做文字管APP 不如政府开放资料跟地方合作 才能真正达到效果 别让数位转型成了大前坑 记者郭参永 台北采访报道